婴儿出生手持绿叶却被父亲抛弃 山上的方丈见他可怜便收留了他 因身上只有一片绿叶 便给婴儿取名为叶生 转眼之间哭闹不停的婴儿已经十岁 可方丈却老太隆中已到末年 看着董事的叶生已经长大 方丈不得不送他走上修道之路 因为在捡到叶生的那天 老方丈为他占卜了一挂 可这挂却未出现任何结果 随后告诉叶生说 为师的一位好友曾受过我的指点 所以今天特求他来带你进入宗门 那里是修道者的圣地 你要放低姿态虚心受脚 以后定会成为人中龙凤 不多时 天通出现刺眼的光芒 此人便是六道宗的弟子周通 只见他拱手上前道 拜见师尊 方丈缓缓回复说 你既然已经踏入修真者之列 那以后就不必称我为师尊了 周通并未起身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周某不是那忘恩负义之辈 老方丈叹了口气 也罢 你若真有这心思 那我拜托你的事情 还望你能尽心做到 随后低头对叶声说 还不赶快向你师兄行礼 叶声听后立刻照做 拜见周师兄 就在两人四目相对的时候 周通的瞳孔突然变冷亮 叶声瞬间感觉周围 地动山摇火光四起 天空中有无数只眼睛盯着自己 转眼那瞳孔里飞来无数比利紧 就在感觉要隔屁的时候 师父大喝一声周通不得无礼 你若还念我俩试图勤奋 他便算是你师弟 周通也撤去了幻境 应了一声道 师弟若有决心和毅力 师兄我定当全力相助 随后又向方丈说 宗门还有任务没完成 让师弟再等几天做足准备 我三天后再带他一同前行 交代完后就一飞冲天而去 老方丈这事不仅皱起了眉 不知道将叶声托付给周通 到底是服侍火 转头看了看叶声交代道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凡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叶声听后感觉不对便问 师父 我去了以后就不能再回到这里了是吗 老方丈也不忍地回复道 宗门有宗门的规定 孩子你要记住 心中若有牵绊就难以在修真路上走得长远 随后又给叶声一个手串提醒道 若非生死关头别在人前取出 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临走前留给叶声一句话 待你修真有成之时我自会去找你 叶声满含泪水地说了句 师父 您保重 男孩半夜不睡觉竟在后山到处挖坑 可不一会儿他就挖到一个发光的罐子 更奇怪的是他连这个事什么都不知道 就要带着罐子一起去闯荡江湖 转眼间三天过去 叶声悠闲地等待着周通的到来 不知不觉也睡了过去 可周通的突然出现差点把他吓尿了 两人客套几句后便准备启程了 只见周通单手截印刷的一声 叶声连同行李全都漂浮了起 随后又双手截了个印刷 不要乱够 要上路了 伴随着一阵破风生滑 叶声也第一次飞上了天 不多时便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仙气飘飘的地 叶声连忙追问 师兄我们这是要去哪呀 周通告诉他前面就是六道宗了 进入宗门还需测试才能入内 随后丢给叶声一块玉佩说 这个你拿着 门外测试的弟子看到这玉佩 自然会让你免测试通路 以后若有事情可来天之一道的内门找我 别说我没提醒你 外门是非多 杀人强保一类的事情 宗门是不会管的 除非你成为内门弟子才能得到重视 说完连招呼都不打边落了地 叶声直接摔了个人仰马翻 随后只见周通咬破手指 抓得一道金血甩出 双手结印大喝一声 给我开 随着轰咙声不断地响起 面前的大山竟然缓缓裂开了 叶声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周通说 去吧 山顶就是宗门了 叶声一听急忙问道 这么高的台阶你让我走上去吗 周通心想这小子是可真多 抬手过来叶声打包射了出去 叶声也再次体验了一把什么是速度 迷迷糊糊起身后他彻底惊呆了 这宏伟的宗门堪比天上的宫殿 就当叶声还在惊讶的时候 忽然一道金色的光芒划过 咚的一声正好打在了叶声的眉心上 而叶声竟然毫发无损 只不过脑门上却多了个印记 因而只因出生自带绿叶就惨遭父亲丢弃 方丈看他骨骼惊奇便将他收留 才得以活命 可以晃十几年过去了 年迈的方丈竟然要送他下山去修道 就在叶声刚到六道宗的时候 脑门上竟莫名其妙被打上了印记 而刚追上来的师兄却是很意外 一个新来的矛头小子竟然被认可了身份 叶声却不情愿地吐槽道 被认可就要打击好吗 这也太丑了吧 就在两人继续讨论印记的时候 只见空中一道气浪直奔两人飞来 扑下而过的玫瑞追的连眼都睁不开 可突然间耳边却一下变得安静了 叶声仿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还有个声音一直在叫他 缓缓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先锋盗骨的老者 可这时天空中却有一柄宝剑向两人飞来 而此刻的叶声仿佛神魂被抽离了一样 随着宝剑的飞劲却跳下了一人 此人便是六道宗的弟子王清 周通剑壮赶紧喊失地上前行 却没想到此刻叶声的灵魂正在神友 王清看了看说道 他好像在和另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这可能就是长老们说的起立 而此时叶声正在神魂内听着老者讲话 老者说他是大天国的第三代剑宗 修为达到了原因期巅峰 剑飞声有望便为后人留下了这个宗门 但告诉他说想要破天就要进入轮回 闹得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种朋友 老者却说你身上有他的气息 夜生瞬间呆住了连忙道歉 以为是这几天没洗澡被钱被闻到了 与此同时王清对周通说 失地带来的人的确天资卓越 通常几千人才会出现一个有无性的孩子 这种人天赋和根骨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悟性却是极高的 周通却反驳道 我等修饰靠的是永远的天赋 哪有这什么虚无缥缈的悟性 王清回答说 周失地此言差异 据我所知在那原因之后所修的便是悟性 周通不服气地说 那也得能修炼到原因才行 而夜生这时也马上要醒了 因为那老者正在慢慢消散 随后还对夜生说 我的老朋友你得回去了 我们还会见面的 夜生当想上前问些什么 可老者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反而眼前多了一人吓了夜生一跳 周通见状急忙催促道 还不快来见过王师兄 夜生立刻拱手上前 小弟见过王师兄 可这王清居然对夜生出了奇得好 就连周通都觉得他葫芦里卖的不是什么好药 但手一推 面前雄伟的大门就缓缓打开了 最终还要经过了一个传送阵 才算真正进了六道宗内门 男人是个屡战屡败的强大修真者 可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怎么欺负小孩 而且他一出手就直接想取人性了 好在小孩的尿罐保住了他的小命 刚进六道宗的夜生就被带到了长老店 王清告诉他说 能否成为正式的内门弟子还要经过长老的审核 咱们六道宗内门弟子有三万余人 外门弟子不计其数 剩下的就看夜师弟的造化 说吧两人就朝大殿内走去 可就在这时一个大汉突然从天而降 随后向王清拱手跪拜说 师兄 林师姐的擂台被人给拆了 王清满脸惊讶 幸有此事 只见这大汉眼中散发着力气恢复道 千真万确 随后王清甩了甩衣袖说 张喊你先行回去 待我这边处理完事情就立刻过去 大汉听后却闻思未懂 随后又说 还是请王师兄先过去一趟吧 王清一听瞬间暴怒 直接散发出王霸之气大声喝道 还不赶紧给我退下 张喊顿时被这霸道的杀气吓得瘫软在地 装完波异的王清立刻说道 今天是夜生师弟静宗考核的日子 你先离去稍后我自会赶到 张喊一听却还不死心 直接双手献上了七长老所赐的宝刀说 还望王师兄能出手帮林师解读过此难 王清见状冷哼道 你这叫献宝吗 明明是借宝要挟啊 张喊师弟不是我不帮你 你要知道夜师弟可是天资卓越 我必须亲自带他到长老处接受审核 张喊一听原来是因为这个小孩太不愿出死 随后起身就是一口千年老弹朝夜生社区 等飞到夜生面前的时候却变成了大片的冰霜 好在夜生躲避及时才保住了小命 可这石怀里的罐子却有了反应 不仅光芒变了颜色而且还在发热 看了半天夜生懂了 原来是这小罐子救了自己一命 张喊建一击为果变又掏出了寒冰枪说道 看来今天要痛下杀手了 随便使出全力大喝一声朝夜生社区 看着突如其来的冰枪 夜生知道这次躲不开了 可就在飞到面前的时候 那炳寒冰枪竟然崩碎了 身边的王清这时扭着手说道 张师弟你可是内门弟子 对一个还未入门的小辈出手 这也太掉身份了吧 张喊一看立刻愤怒道 林师姐的事情你不管 却出手就一个刚认识的小孩子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随后王清哈哈笑道 我就谁还用你管了 况且夜师弟的天赋岂是你等何比的 转头又看向夜生说 刚才是师兄晚了一步 还请小师弟见谅啊 夜生听后笑呵呵回答道 师兄哪里的话 小弟感谢还来不及吗 可心里却在想这王清不简单 原本可以在第一次攻击就出手相助 可他却站在原地闻丝未堵 要不是丹田中的那个光团驱除了寒气 恐怕我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 难道他另有所图在试探我吗 少年仅因为手里的尿罐会发光 就遭到了陌生大汉的致命一击 原以为他会抢走尿罐来上一口 却没想到又和王师兄打了起来 刚刚王清出手救下了将死的夜生 可转头就对夜生打起了感情牌 两人也是聊得开怀大笑不亦乐乎 完全没把一旁的张涵放在眼里 张涵见状这也没拿他当人了 直接拿出了名震宗门的大孽枪 话不说直接就向王清抖去 王师兄轻松躲过后还不忘嘲讽的 张师弟速度好像比以前快了不少啊 还要继续加油哦 张涵在语言的刺激下怒气 更是达到了顶峰 连连刺出竖枪都被躲过了 暴怒的张涵随后一记横扫喊道 躲来躲去难道你是属泥丘的吗 王清见状向后拉开距离说 张师弟 我若攻击的话希望你能接得住 话音当落只听刷的一声 王清犹如闪电一般就到了张涵面前 随后也是重重的一掌向他拍去 只听咽咽一声去向后 肉眼可见张涵周身十米内的地面皆被粉碎 被震惊的夜生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术吗 好厉害啊 几分钟过后 张涵披着满身的烟尘缓缓站了起来 王清又假惺惺的问道 师弟你没事吧 需要叫医生吗 张涵妥了口脑谈说 都说王师兄为人狠辣 实力更是让人敬畏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王清撇了撇嘴说 不敢当二张师弟 不过接下来你可要小心哦 只听嗖嗖两声 二人再次飞向了空中 随后院内就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就连远处的弟子都看到了爆炸的光亮 不一会儿就引来了众多观战者 这次的碰撞张涵也明显感觉到了差距 可接下来王清也彻底让他感到了绝望 只见王清把境界提升到了练习八戒 相差两戒的张涵也顿时愣在了原地 可伴随着王清双手的升起 他的境界更是达到了八戒的后期 就连身后的夜声也被林丽娅的跪倒在地 他知道一旦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 就在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 突然感觉压力减轻了 而且天地灵气仿佛都融入进了身体 随后看见怀里的尿灌在发光 才发觉又使他起了作用 看着身后的夜声缓缓站起 就连王清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随着夜声散发出的差起 王清一脸的不相信 他竟然在那里 就在这时张涵吼道 你到底还打不打吗 王清转身面对他说 我本来不想跟你动手 你师姐的擂台就是我叫人去拆的 但现在是你非要来找死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苏霸只见王清瞬息间就来到了他面前 张涵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还没做出防备 就在两人即将分出生死的时候 大殿内一声助手化作威压释放开来 随后缓缓走出一个鼻毛连弧的老头鹤道 大殿门前成河提头 老头明明是宗门里强大的长老 可他的鼻毛却比自己的命都长 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没睁眼 就知道夜声的身体耐入的灵气过多 询问之后才得知 他竟然还引来了老祖残留的剑链 可就在这时夜声扑通一声跪斗在地 长老急忙上前服好说道 守住心神跟随我面以下口诀 肤白貌美 黑丝长腿 方明十八跟我回家 随后只听一声龙迎破空传来 以夜声为中心瞬间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几分钟过后周身的灵力也开始被吸收 舒服的夜声心想我还需要更多 可老头却累得满头大汉嘱咐道 排除杂念集中精神 不知过了多久灵力漩涡慢慢散去 两人这才缓缓站起了身 身后的王清也连忙上前说 恭喜长老 那门弟子又多了一个天才般的人物 看来夜师弟要成为灵清和欧阳师兄之后 百年来第三个实现自身那灵的人了 长老开口询问道 你叫夜声是吧 现在运气试试看 夜声点点头后就准备开始运转 只听轰的一声雄厚的灵气自脚下拔地而起 张寒在一旁惊讶道 炼气八层 这怎么可能 这世王清皱了皱眉说 不对 是炼气九层 测试完毕后长老也是驱散了众弟子 但唯独叫住了惹事的张寒 随后口吐芬芳地告诉他去断生涯面壁八天才算作罢 众人离去后夜声这才拱手说道 感谢长老救命之恩 而老头却笑呵呵说 炼气一层就能勾动残存的剑铃 不简单了 随后叫着夜声一起朝屋内走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雕像面前 长老说 你的修行从这里就正式开始了 然后告诉夜声把双手按在雕像上接受一试 当夜声碰触到雕像的一刹那 他的眼前竟出现一个发光的圆球 就在夸赞着圆球好漂亮时 他突然搜的一下钻进了夜声的脑袋里 随后长老告诉他说 这是宗门的烙印 他能察觉到你的生死 必要时还能保你一命 夜声不开心地吐槽道 宗门怎么总完这套 动不动就打印记 长老哈哈一笑说 走吧 我带你去耀田 那里灵气充足 既能打理灵药又可以修炼 但你记住 六道宗的弟子不能一味地退缩 任何修道之人都是如此 这块玉佩你拿着 有人找你麻烦即可拿出保你无事 三年之后我便会收回 夜声高兴地说 谢谢刘长老 这里真好 总有礼物收 随后来到耀田又嘱咐夜声说 千万记住休息区域禁止一切内斗 公开区域既能切磋也薄生死 六道宗不是死守条规的地方 要想过的风光就得有足够的实力懂吗 你以后就住在这里 药田中有一个法阵保护 你用心神渗透草屋的中枢便可开启 法阵用于防贼偷药 但也可以用来防身 最后刘长老又丢给夜声两步攻法 出门搜的一下就飞回去了 而夜声的修真之路也在这里正式开启了 这个小孩面前有个比他还大的态度 可就当双手触碰到的一瞬间 他的表情竟然变得面目猙獰极其可怕 更奇怪的是没过一会儿 他就无精打采疲惫不怕了 转眼若兄来到药田后已经过去十天 而他凭借着尿罐的加持下 已经达到了练习一层的巅峰了 随后低头看了看这个神奇的罐子 总不能一直叫他尿罐吧 然后准备给他起个霸气点的名字 思索了半天后夜声高兴地跳下床说 从今天起你就叫魔罐吧 就在这时大门光当一声被踢开了 来人正是送饭的外门弟子周明 只见他把饭菜往桌上一放 就大步向前走去 直接来到夜声的床上打坐修炼了起来 而气急败坏的夜声斥责了半天也无济于事 那周明也只是瞥了他一眼说 实力为尊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夜声见此只能莫不作声暗暗忍受 转眼两个小时过去吧 夜声气得连饭都没吃 而修炼完的周明提着饭盒就准备回去了 见他慢慢走远的夜声心里也打起了小算盘 只见他面无表情地来到一个圆球前说 他的表情也逐渐变得恐怖了起来 而刚走到山脚下的周明顿时感觉到了不对 转头一看法阵的攻击铺天盖地朝他而来 而夜声这时用传音警告道 若不想死下次将饭菜用灵力送上来即可 不得再踏入药山半步 周明咧着嘴说 这废物竟然开启法阵锁定了 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 随后就狼狈地逃走了 而夜声这时也变得气喘吁吁贪软无力 法阵仅仅开启了一下身上的灵力就已经透走 到此刻他才知道了实力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就在当天晚上变情加修炼起来 虽然说魔怪可以帮他瘟养经脉不被胀死 但却不能靠他来突破境界 如果自己无法快速提升实力 那周明再来找麻烦可就凶多吉少了 就在这时夜声突然想起了长老留下的预见 随后翻看得知 灵神草可以提升一倍的灵气吸收速度 对于初级修炼者有着获大的好处 一想到这里夜声就火速提灯赶往了药田 这个男人的工作就是给其他弟子送饭 而他唯独会特殊照顾这个刚来的小孩 因为他随时可以展露自己那变态的心闻 却没想到这个弱小的少年会是他生命的重点 就在昨天晚上夜声跑到药田寻找宁神草 最后在不懈的努力下也是满载而归 回到住处就急忙开始品尝效果如何 几秒钟后只见成辈的灵力疯狂涌入体 可没一会儿就被夜声吸收带进了 药效消失后他感觉浑身疼痛至极 就好像被十个大汉揍了一顿死 可看了看还有一大罐宁神草后 夜声不仅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他忍着剧痛一次次重复地往嘴里塞药 不知吃了多少次忍了多少痛 可他还在一直不断坚持着 到了第二天中午 周明又踹开房门前来送饭 看到夜声还在床上盘坐后变水 废物赶紧下来吃饭我要用石床 夜声听后气愤地喊道 想要我的石床 今天就让你好看 随后搜的一下直接加速向周明冲去 只见周明轻松躲过攻击后说 哟 一天不见竟然练起二层巅峰了 然后又做出了攻击姿态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练起三层的厉害 只拼啪的一声 夜声就被打飞了出去 周明再次结印双手何时喊道 小废物你看好了 只见嗖嗖几个残影晃过 哼的一下就把夜声再次打飞进去 夜声就如同皮球一般撞在了法阵中书上 飞着一口鲜血可出 他也知道硬拼肯定没有生风 起身便把长老给他的玉佩丢了过去 看到玉佩的周明也是一惊 竟然是玉璇长老令 难道刘长老是想让这个小废物当街班人 就在周明愣神的时候 夜声看准时机直接将手按在了法阵中书上 只听轰隆气声巨响后 周明只能站在原地全身不得动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法阵不仅能对外攻击 竟然对内部也可以保护 随后夜声还掏出了他带来的药丸 直接塞到了他自己嘴里 不一会儿就看周明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 然后对着夜声说 主人您有什么吩咐 夜声一看原来这药丸可以控制他人心事 想到这里夜声突然灵光乍现 只见周明表情微变后说道 好的主人 还请解开法阵 我被控制了无法动弹 夜声一看这是药丸没起作用的 身后一记手刀划出喊道 不用了 下辈子再吃吧 死听扑斥一声 周明就去追赶下一班列车了 这个婴儿出生注定活不过十岁 可就在方丈的照料下却依然活蹦乱跳 不但成功进入了宗门 却还成了内门难得的天才 而且他刚踏上修针的道路就强到越级单沙 你别看他人小 竟然还懂什么是杀人越火 真美的储物和吸引他 可打开一看竟然是给周明吃的那种丹药 而且还带有一份单方讲述制作极功效 夜声觉得这种东西太过歹毒就直接扔了 随后又打开了一个寓检 却没想到这寓检竟是留长老的一道意念 只见长老的一道虚影从寓检内突然钻出说 夜声 几天后宗门将举行灌顶大理 你虽已经可以自身难灵 但这灌顶治理美人只有一次 对你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老夫到时会来接你 戌霸就钻回预检消失不见了 夜声听后心想这周明还真是该死 竟然不告诉我想让我错过灌顶大理 随后他慢慢向门外走去 看着远处的天空不仅想起了远方的师父 就在这时老天也流下了伤感的眼泪 夜声看着满是鲜血的双手感慨道 修真剑还真是弱肉强食啊 我若不杀他人 来日就会被他人所杀 师父啊 你为什么要送我来修真呢 这真的是您希望的吗 转眼三天过去吧 门外来了一群陌生人 领头的敲门说他们是执法队的 前来询问周明到哪去了 夜声叹了口气道 该来的还是来了 然后穿好衣服缓缓打开门询问道 不知各位执法队的师兄找我何事 领头的说收到了周通的举报 有个外门弟子来你这送饭后 却几日不见了踪影 夜声一听立刻回答道 周师兄确实有来我这送过饭 但这三天别说是饭菜了 就连人影都没见到 队长听后又补充说 我们需要例行检查 还望师弟能够谅解 夜声拱手回复 师兄请便 不过令他好奇的是 为什么周通会去举报 几人进屋后还对这里好一番夸奖 而周通这事突然窜出来说 夜师弟 千万别让我搜到任何蛛丝马迹 否则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随后见他抬手就开始释放法术 只听乒乓的碎猎声不断响起 小队长也终于看不下去了大喊道 周通你眼中还有没有我 莫非想代替执法队不成 此事我们自会处理 定会给你弟弟一个公平的结果 地旁的夜声一听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周明竟然是他弟弟 而接下来等待他的僵尸执法队的彻底搜查 男孩因为弱小经常被外卖小哥欺负 最终忍无可忍后还是亲手了结了他 但是第一次沾满鲜血的他却并未感到害怕 反而想起了送他修道的师父老方长 可是三天后死者的哥哥却带人前来搜查 害怕暴露的他竟然想开启法阵将他们全部震杀 却不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执法队的监控下 就在夜声即将碰到法阵中枢的时候 队长也准备拔刀随时将他就地震满 就在这时碰的一生 两人中间仿佛落下来的啥东西 烟尘散去后一看原来是刘长老 众人纷纷拱手行李后刘长老问道 你们一群人在这里干什么 执法队长恭敬地向刘长老诉说了事情经过 只见长老转身走向夜声说 我断定此事与他无关 你们先回去吧 我有事和夜声要说 周通一听这明显就是护独子 却又不敢上前反驳半句 只能灰溜溜跟随执法队离开 可就在这时夜声却叫住了他们 转头就跟刘长老说周通霸占他财物至今未还 长老询问后让其尽快归还此事也就作罢 打发走几人后 夜声这才松了口气道 好险啦 总算逃过一劫 而刘长老非但没有责怪却还说道 你小子闯了霍境还不打算负责 记住下不为例 快去换身衣服随我参加灌顶大礼吧 夜声高兴地应了一声后就去换衣服 而刚走出不远的执法队长回头问起了周通 你还霸占了那小孩的财物吗 周通回答说 庞师兄不是我贪图他那点破衣服 只是他那些东西里有古怪 有一串珠子看着平常无奇 但凭我练弃六层的权力 一记他竟然毫发无损 一听到这里就连庞队长都惊讶了 随后几人商议后决定前去看看究竟是何保护 转眼夜声跟随长老也来到了大典现场 长老看了看夜声后朝他吐了口八二年的哈起 只见夜声实在没忍住就打了个喷嚏 就听喷的一声 夜声竟然秒换了一套衣服 长老将他安排好后就向空中飞去 听他给下面的弟子上了一堂修真入门课后 只见他双手合十便准备施法开启灌领大力 随着震动声不断的响起 留长老通知道 一会儿会有患象在你们身上发生 越早挣脱则资质越好 一注箱内完成就可直接成为内门弟子 就在长老邻里不断上升时 也对地面的众人喊道 大家准备好 测试现在开始 夜声这时满怀期待地等着测试的将领 可怀中的魔罐却突然不受控制般向天空飞去 这个少年自打出声就被父母抛弃 可就在一场幻境中却得到了一个疼爱他的父亲 而且在这梦中他还有个叫春妮的小媳妇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老丈人却被土匪干死 这事还要从灌顶大力说起 夜声的魔罐不受控制飞上天后 却又快速地向他砸了下来 可就在轰隆一声巨响传来 夜声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苏醒 可透过窗户一看 外面有三个人正在谈论着什么 就在他思考着到底是哪里的时候 院里的男人抱着酒坛子走进来说 伍子醒了 别傻愣着快过来帮忙搬酒 夜声好奇地问道 伍子是谁 你又是谁 刘长老呢 男人走过去就是一个电炮说道 刘长老没有 你爹倒是有一个 我看你是睡傻了 整天想着休闲拿刘长老什么的 快去拔酒给春妮他爸送过去 这么一说夜声又懵了 春妮又是谁 然后他走出房间来到院子观察了半天 忽然一拍手说 我想起来了 我叫虎子 搬酒的男人是我爹 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去世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笑呵呵走过来说 这不是虎子吗 大早上就魂不守舍的干嘛呢 想小媳妇想疯了吧 只见夜声小脸一红 对了 我还有个心上人叫春妮 就在这时虎爹推门急忙喊道 虎子快和我走 春妮家出事了 等到春妮家一看 老丈人竟然手臂被砍断了 询问后才得知原来是一群土匪干的 郎中查看后皱着眉头说 他失血过多可能快不行了 而夜声听后却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 等他再次醒来时 却是一副成年人的模样 身边驾车的老人跟他说 再有三天咱们就到京城了 五字如果这次能高中壮业的话 你爹可就有浮想了 夜声微笑道 见您急言但愿这次能够考中 可就在这时 马车前的山上竟然散发出了刺眼的光芒 只见山峰上一老者说 天与国 莫要以为是老夫叛逆 我大天国虽然不如你们 但是你一个人还拿下不了老夫 而另一人飞在半空说 大天国 若是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要逃呢 此事定要拿你试问 此后两人就在山上对轰了起来 可两人的打斗导致碎势散落漫天到处都是 就在即将隔屁的时候 夜声竟被刘长老叫醒了 他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而这时长老缓缓落地宣布说 夜声考核不合格 其他不合格的外门弟子将被抹去 应急驱立宗门 少年本是宗门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却因一次灌顶大理措施了进入内门的资格 虽然最后被安置到了鱼龙混杂的外门区域 但是他却认识了好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在灌顶考核结束后 刘长老冲着夜声就开始破口大骂 臭小子你在捣什么 这么简单的测试都过不去 夜声急忙解释道 他也不知道为何会沉浸在梦中那么久 但就是醒不过来 刘长老看了半天也想不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随后夜声说 弟子天资愚钝还请长老将我逐出宗门 刘长老叹了口气道 宗门确实有宗门的规定 但你是被老祖认可的人 这个储物带送你 里面有一把飞剑和一些法术的口诀 你先作为外门弟子待上几月 等掌门出关再定夺此事 我搜的一声就飞走了 夜声看着储物带高兴道 这下我的东西有地方放了 转眼两人来到了外门弟子的区域 王亲好奇地问道 师弟的测试没通过 看你的样子也不难受吗 夜声摆摆手回答说 我这不是资质欠缺吗 以后还得请师兄多多指点 王亲微微一笑道 夜师弟不必妄自菲薄 刘长老如此看重你 证明你还是有潜力的 随后王亲又介绍了外门区域的事项 这里和内门一样也分休息区和自由区 所以师弟还要多加小心 临走之前又丢给夜声一块令牌嘱咐道 这里有我的一道心神 遇到麻烦时可拿出对其震慑 然后便化作一缕光线离开了 可是没等夜声走出几 他就感觉背后仿佛有人跟踪 只看一个瞬息间夜声就消失不见了 等在出现时他已经站在了那人面前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跟踪我 这小胖子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说 大哥我叫张虎 我跟踪你只是想任你做大哥 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欺负我 夜声一听你这理由也太勉强了吧 随后又说 我答应以后照着你 但是你得告诉我新人来这里一般都需要干什么 张虎想了想说 一般新来的弟子都是干些灵活什么的 好一点的有给执法队打下手的 也有去当炼药童子的 夜声又问这里有什么东西卖呢 张虎一听立刻来劲了说 只要你有足够的零食 就连内门的药衫都能给你换过来 夜声不相信地对张虎说 骨子你又吹牛了是吧 我以前可是看暖药衫的 这时只听扑通一声 张虎竟然又跪了下去 同时还仰天大喊 爹 你儿子我休闲有望了 夜声被这舔狗的操作也是惊出了一脑门子汗 随后张虎就开心地带着夜声回家了 这个威猛的男人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 因为即将三十岁的他到现在 却还是个单身狗 更厉害的是他不仅身强力壮 竟然还能做得一手好菜 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从来不闷大饼饭 夜声跟随张虎不知走了多久后 终于来到了山顶的一处住宅 只见房前有一个威猛的男人正在劈柴 张虎上前打招呼喊道 熊哥 我带了个朋友回来 夜声也连忙上前自报了家门 熊哥却说认识自己 而且还是听刘长老说起的 夜声满脸表现出不敢相信 他竟然也认识刘长老了 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射来一根石剑 还好两人躲避及时才没被射住 随后就听空的影 身后的大树却被拦腰射断了 而这时射箭的人再次搭上弓箭说道 今天就收了你的狗命 看你这次还能不能躲得过 随后嗖嗖一连三发再次射来 夜声也一连串地迅速躲避后 直接的地面都被射开了花 这时熊战扶住夜声喊道 方玄 你这是做什么 射箭那人恶狠狠地说 熊哥 我今天看见他和王清是一伙的 胖子急忙上前劝解道 大家都冷静一下 也许这里面有误会了 要不咱们先吃饭吧 边吃边聊怎么样 不一会犯态就全都上气了 胖子边吃边说 夜大哥 方玄他是因为王清才落到现在这样 并不是单纯针对你才射箭的 夜声随后说道 就当是误会一场吧 我和方玄师兄也算不打不相识 来小弟敬你一杯 熊战这时举起大拇指夸赞道 夜兄弟真是大人大量 佩服佩服 随后又对方玄说 你也别乱猜想了 夜师弟是刘长老托回来的 只是王清碰巧送他过来而已 况且他也是因为测试时天赋不足 才被送到这当外门弟子的 就这样两人哈哈一笑误会也就解除了 酒足饭饱后熊哥问道 夜兄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疑问 夜声想了想说 我就想问问你和刘长老私下是什么关系 熊战尴尬地回复道 朋友 夜声不相信地再次询问 你们是朋友 而熊战这时却说 兄弟谨慎点是好事 但有时你需要多明白他的心情 而夜声却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熊战这时却严肃地说 夜声还有方玄 你们都记住 宗门大乱就要来了 如果到了那时 千万不要有什么留恋 少年曾无意间挖到一个发光的罐子 可这罐子今天却突然咬人了 而且还伸出一只手向他抓来 就在无法逃避的时候 他的眼前却突然变了一番景象 但这之后 熊哥就给夜声安排了住宿 可无聊的他本想研究一下罐子时 就发生了之前的那一幕 被拉入幻象后的夜声也是不明所谓 随后就看眼前浮现出一个漩涡 更奇怪的是 漩涡里进出来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 只见他双手截入做准备释放罐术 就听风的一声后 他脚下的灵气便开始蓄嘴声声 随后身体也开始向红中挑剧 就在这时 夜声仿佛开窍了般说道 我知道了 那是众力术 轰轰地自己听候这台满意的笑声 随后轰隆一声化作光雨便消失不见了 夜声也开心地仰天大喊道 谢谢你教会了我众力术 转眼到了第二天 熊哥一大早就带着几人去深山打猎 但刚走到狩猎区没多远就发现了青光蛇 原以为只是一两只并没有什么大碍 可扒开草丛一看竟然是一大群 熊哥也立刻喊大家进入了战备状态 因为蛇一旦成群就说明附近必有兽群出没 话音刚落就听周围开始哗哗作响 而不远处的山头也出现了一头白狼在嚎叫 几人这时也看明白了 那白狼是首领正指挥着手下将他们包围 与此同时草丛里的黑狼群也逐步向前逼近 几人一看数量如此之多 顿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熊哥这时掏出几颗爆炸带向狼群扔了过去 随后就运轰隆几声巨响后 周围瞬间燃起大火把狼群隔开了 可还没高兴几秒 那只白狼首领就跳了下来 只见他朝着几人怒吼一声 周围的大火就瞬间被吹灭了 熊哥一看也脸色大变 现在只能拿出武器准备迎战了 随着白狼的一声吼叫响起 狼群的攻击也正式开始了 方璇一见就解决了一只野狼 而虎子这时却被扑倒了 就在即将隔屁的时候 叶生用出了重力数把狼旋扶在了空中 熊哥看准时机一拳将狼干飞出去说道 虎子和我一对 方璇和叶生一对 我们分开走 突然这时一只狼迅速朝他冲了过来 只见熊哥一把抓住狼嘴后说 方璇你们先走 咱们在第一营地会合 然后咔嚓一下就把野狼解决了 两队分开后熊哥也带着胡子开始突围 经过几个回合的周旋后 熊哥两人也成功逃脱了 而朝反方向跑去的叶生二人 却被两只黑狼拦住了去 就在打算解决这俩小喳喳的时候 却没想到白狼头领正从暗处缓缓走来 这个男孩究竟有多牛逼 他可以双手互搓滑下螺旋弯 还能放出直径50米的漩涡重力数 就连练气六层的狼王见了都直呼拿了头 不久前夜生和方旋逃跑时 被白狼拦住了去 就在两人还没想好如何应对时 只见那狼王一口灵气弹就向两人射了过来 跑在二人躲避的及时 连地面都被炸出了一趟沟 随后又不知从哪跑来了一群黑狼小弟 为了保命夜生也不得不双手释放起了重力数 而方旋也找准机会精准射出致命一击 两人这样默契配合下不知杀得有多痛快 直到最后方旋的弓箭都射没了才停下来 二人经过商议 夜生决定为他拖延时间取回弓箭 随后只听轰的一声 两人周围刮起了巨大的重力漩涡 所有野狼也被压得不得动弹 方旋找准时机迅速突围出去收集弓箭 可就在这时那狼王竟闪电般向夜生扑去 夜生急忙转身对其使用了重力数 却没想到狼王嘶吼一声射出了一发灵气弹 没有防备的夜生直接被打得口吐鲜血 可就在这时狼王挣脱了束缚准备再次醒来 夜生眼看灵力不足急忙掏出了一块灵石 下一秒直接捏碎就开始吸收灵气 捕好灵气后夜生直接加大了重力 把狼王牢牢控制 可这样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能移动 而那狼王仿佛已经看破了这一切事 直接一发灵气弹就朝他射了过来 无态之下夜生只好解除了所有重力躲避攻击 狼王也看准时机迅速扑了过来 夜生从早将灵气化作光剑向前射去 却没想到那白狼反应如此之快瞬间就躲过 然后一脚踏在了他的胸膛上 被踩得口吐鲜血的夜生心想一切都要结束了 可就在这时方玄射来的剑救了他一命 看到夜生没事后 两人商议准备擒贼先擒王 随后夜生用尽全力释放了最后一次重力数 方玄也等待着时机准备射出致命一击 只听搜搜三箭射出 那狼王也吐出一发寒冰淡迎击 给着碰撞的爆炸声不断响起 最后狼王终于倒下了 得知白狼被干掉后夜生也昏死了过去 不久后方悬将夜生安全带到了一处山洞 就急忙出去寻找草药 而此时昏睡的夜生却不知身边的魔罐 正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伴随着魔罐的光芒越来越深 那个同他一模一样的人竟然又再次出现了 这个少年有个独特的癖好就是总打自己 而且事后还能装作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更奇怪的是挨打过后他的修炼速度达更快 就在刚当夜生还在昏睡时 那个同他一模一样的人又一次出现了 只见他抬手就将昏睡的夜生提了起来说 你很虚弱 让我来帮你吧 而刚当苏醒的夜生这时才明白 原来现在是在魔罐的梦境空间里 随后对面的自己上前告诉他 让他仔细看好不要分身 只见他碰的一掌打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然后原地打坐开始运转灵力 不一会儿就看周围的灵气源源不断钻进他的身体 夜生也明白了这是在教他疗伤的功法 与此同时身在营地的伙子却坐不住 火急火燎地喊着熊哥要去营救夜生和方璇两人 熊哥缓缓坐起来安抚道 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然后又极其肯定地说 他们两个没事了 你就放心吧 同时封门的一处长老殿内 也有一个形同熊战一般的人冷笑道 呵呵 这个小家伙还真是有趣 而夜生这边此时也学会了疗伤的功法 随着灵气在身上来回的运转 不仅他的伤势有所好转 就连修为也跟着精进了一层 可对面的自己却警告道 时间不多了 你伤势严重就此快去疗伤吧 一脸蒙圈的夜生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那人化作一缕黑烟飞向了自己 等再次醒来却是已经回到了现实 随后夜生忍着疼痛又掏出一块零食 直接拍碎开始恢复灵气 然后又再次运转功法开始疗伤 与此同时寻找草药的方璇 在回来的路上却碰到了雪狼群 方璇心里不仅想到 白天两人拼尽全力才解决一举 现在却出现了一群 这不是猴子他大哥废废了吗 而雪狼也在这时朝他吐来了一发寒冰淡 就在即将隔屁的时候 只听到的一声寒冰淡 竟被此人徒手打飞了 方璇一看原来是熊哥来了 可这人回头说话时 方璇却惊呆了 这个人竟然和熊哥长得一毛一样 然后就见他单手一挥 一片熊熊大火将那雪狼烧得嗷嗷大叫 随后又朝前方大喊道 狗杖人士的东西还不给我滚 这群雪狼也不傻 听后立刻就四散逃走了 而天空这时却有个声音传来 皇掌门近来干活很旺啊 只见这人缓缓飞向空中说 不是说好不动我的人吗 皇掌门 这宗门内还有谁不是你 你这不是明板着要跟我作对吗 皇掌门哈哈一笑道 想必你是误会了 这宗门内的其他人我不管 但夜深和方璇这两人你绝不能懂 随后只听那传音说 罢了 随你吧 再有下次我可不会袖手皇冠了 皇掌门回了句多谢后就落了下来 方璇也拱手道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但晚辈现在必须离开去就一个朋友 可下一秒掌门搜的一下来到了他身边 开手直接就把方璇敲晕了 随后对他说暂时不要去打扰那小子 等你醒来那小子估计也生龙活虎了 况且你也该休息一下了 少年第一次打猎就遇到了暴躁的狼王 尽管他用尽了浑身解数 可还是身受重伤最后昏死 但是却因获得服血会了治疗功法 然而在修炼了几个小时后 他发觉伤势几乎就要痊愈了 而且还有了要突破的迹象 就在夜深发出一声怒吼后 他的身上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随着力量不断的上升 最终成功突破了练起三层 而力量被掏空的夜深也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 睡醒后的他首先研究起了怎么才能唤醒魔官 可喊了半天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不出意外地用上了最费手指的方法 低上二两番茄降后 就听轰的一声巨响 魔官竟然有反应了 与此同时方璇也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醒来 随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山洞 回来之后才发现夜深已经没事了 而且还突破了练起三层 这时他不仅想起了昨天那位前辈说的话 看来还真是活蹦乱跳了 然后两人便起身前往第一营地 在路上闲聊时 夜深得知方璇马上练起五层了 竟还没有袭得一本法术 于是便拿出了重力术和烈火术相赠 可方璇却不想要夜深的施舍 最后无奈之下两人以兄弟相交才勉强收下一门 不久后两人便到达了第一营地 五子看见二人没事后激动的泪流满面 不善表达的熊战也给了方璇一个大大的拥抱 几人团聚后开心地涮起了野外火 闲聊之时熊战说 赵国就要大乱了 到了那时 宗门怕是离解散也不远了 而且还告诉夜深何方璇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去想任何无关的事情 因为你的弱小在别人眼里如同蚂蚁一般 这句话也再次触动了夜深的内心 让他更早地明白了实力的重要性 当天夜里夜深就进入了魔怪的幻境里加紧修炼 可练习了无数次却还是难以掌握绝情 而且还总感觉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似的 其实夜深的怀疑没有错 不远处有个灵魂此时气的都要爆炸 一直在说夜深太差了 魔怪怎么会选这样的人 若不是我的引导 这小子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察觉魔怪的奇异之处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这些法术 比起老子当年简直差太远了 吐槽了一会后 看着夜深虽然资质愚笨 但好在还算勤奋 既然你拿到了罐子也算与我有缘 那我就帮帮你吧 学会又幻化成了夜深出现在他面前 再一次亲自为他掩饰起了法术的药 这个行似场宫的男人名叫王阳 虽然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到处装逼 但却也是个极其有原则的人 因为除了跟人沾边的事不干之外 其余的任何事他都不在话下 这就在家里走上 熊哥把夜深丢失的行李送了过来 夜深激动地翻掌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没找到师父送他的那个手串 最后确定应该被周通给私吞了 无奈之下夜深也只好跟方玄去自由去散心了 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还真是卖什么的都有 就在路过一个单药摊位的时候 夜深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怀里的魔怪竟突然有了反应 经过两回合激烈的坎价后 最终一枚残破的零食买下了所有单药 就在准备前往混乱区的时候 方玄却说总感觉好像被人盯上了 可当没走多远就被一群人拦住了去 此人名叫王阳 是内门弟子王亲的表弟 方玄说 他仗着表哥在宗门的地位就到处耀武扬威 而且身上还有很多法宝方身 夜深一听有法宝立刻就来了兴趣 方玄却叫着夜深准备离开不想惹事 可是王阳哪能放过装逼的机会 拉开架时就要放倒两人抢夺担药 夜深一看书能忍 神也忍不了啊 直接上去就开干 却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练起四层 砰的一下就被王阳身飞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方玄却用重力术接住了他 然后再用力一甩 夜深又重新回到了战斗当中 只见他稳住身形转身就是一脚 而那王阳却躲过了攻击 重重一拳打在了夜深的肚子上 就看他如同风筝般又一次飞了出去 王阳也紧随其后主动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时刷刷三剑从夜深身后飞出 让王阳慌忙之中打开折扇挡下了攻击 方玄这时喊道 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人 而就在王阳愣神之际 夜深迅速来到他面前就是一技重拳 转身720度回旋又是一脚 只见到王阳如同炮弹般撞在了墙上 随后夜深回头说 轻松搞定 方玄也是哈哈一笑道 那接下来让我来收尾吧 就看他两眼放光缓缓抬嘴上 轰的一声周围全都化为了粉末 夜深瞬间惊呆地问道 你干嘛要将他们都杀了呀 方玄回答说 并没有杀他们 只是让他们几个睡个觉而已 走吧 咱们去看看那家伙身上有什么法宝 随后夜深在王阳身上一顿摸索 笑嘻嘻地拿着储物袋说 师兄 你的宝物我先替你保管了 王阳也只能眼冒凶光身体却无法回忆 打劫成功的夜深 这时也满意地准备回家了 只见他抬手就对方玄施展了终意书 又在自己身上释放了烈火树后说道 我带你飞回去 然后就看他跟火箭似的带着方玄就飞上天 一转眼两人变到地方了 只不过方玄脸先着地的方式比较惨 看着火猫三丈的方玄马上就要爆发时 夜深立马掏出了烈火树的功法递了上去 最后方玄也是咧着皮眼子收下 转身两人便有数有效地走回家了 而怀里的魔怪还不忘夸赞道 用烈火树来飞行的你小子还是头一个 少年拥有一副堪比手电筒的双眼 但这都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日常修炼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失传已久的三分归缘起 所以现在的他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春泥和他吧 两人回到营地后 夜深还向熊战吹牛刚刚他们打赢了王阳 可熊战却表示要切磋一番看待他的实力 夜深也不废话直接就冲了上去 两人简单对轰几拳后 夜深后车拉开了安全距离 然后施放加强板中立术打算搞定熊哥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前方竟然空空如影 这时熊哥却一把抓住他的脖里 搜的一下就将他扔了出去 只听风的一声 这场切磋也就结束了 随后熊战总结说 你们两个还太嫩 如果今天换作是王清的话 恐怕你们早就横视街头了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再去训练一下方璇那个家伙 转身搜的一下就飞走了 熊战走后夜深看着自己的手术 每次被熊哥训练完经脉都是酥酥麻麻的 正好测试一下现在的实力如何 随后夜深卯足力量就想严实重去 只听风的一声 大山都被拦腰斩断了 看到这一拳的威力自己也满意地笑 可以想到自己已经停在练气三层好多天了 于是他又拿出魔罐开始修炼了起来 与此同时方璇也被熊哥做的囚饶了 熊战上前刺激道 你连我都打不赢怎么能赢得了王清呢 方璇回答说 熊哥你精力太旺盛了 让我休息一下咱们再继续 可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开始轰隆坐下 熊战立刻察觉到了不对说 快走 震动应该来自夜深的那个方向 而此时夜深已经失去意识正漂浮在空中 两人赶到后址的原地观察不敢光顾 方璇怕夜深出事便想直接冲进去 但就在触碰到防护膜的时候 砰的一下他就被弹飞了出去 反而夜深这时倒是更加严重了 熊战无奈地回头说了句 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然后同样的遭遇又一次发生在了方璇身上 敲晕方璇后 后看熊战和时双手结印喊道 给我出来 快出来帮我 随后只听扑的一声 他的面前竟然凭空冒出来一个人 直到这人转身才看清原来是之前的那个黄疯子 这两个男人长得一点都不像 而且还一个姓熊一个姓黄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都喜欢让方璇委屈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 刘长老究竟穿多大号的鞋呢 就在刚刚熊战情急之下把皇掌们召唤了过来 跟他讲述了事情经过之后 皇掌们也向夜深伸出了援助之势 可他却不知道其实夜深正在接受魔怪的改方 而此刻幻境中的魔怪却怒骂道 眼看就要完成了 大师 老子这么多的原因之气都叫你散了大半 不行 这孩子的身体还没彻底改造完成吗 既然你小子浪费我的原因之气 那就别怪老夫给你来个借力打力了 随后就听轰的一声 魔怪开始散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只听轰轰的微压一声接一声传来 皇掌们的番茄酱也被震了出来 可倔强的他却依然坚持输送的灵气 好在姐姐这时也开始出现了军烈 这就听轰隆一声过后 昏迷的夜深也安全落地了 只不过皇掌们却说 经脉和小命算是保住了 但什么时候能醒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久别重逢的两人简单聊了一会儿后 皇掌们就飞回去继续闭关了 而这时夜深身边的魔怪却还在喊着 小家伙快醒醒 还没改造结束呢 转眼半年过去吧 打练回来的方璇和熊湛说 半年了 也不知道夜深何时才能醒来 熊湛叹了口气的 急也没用啊 一切只能看他的造化 方璇也心情低落地说 过几天就是晋升那门弟子的比试 真希望能与夜深一同参加 熊湛却望着天空感叹道 赵国现在已经不是赵国了 做好自己吧 宗门也快要乱了 走吧 就要下雨了 回去再说吧 可就在这时 两人看见咔嚓一道闪电批在了不远处 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不正是他们家吗 熊湛也急忙喊道 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救夜深啊 而此时的房子竟然通替发光电闪那门 就连想冲进去的虎子都被弹飞了出来 随后就听轰隆一声巨响 房子里竟然走出一个人 这时三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走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只昏迷的夜深 但更奇怪的是 被雷电批中的夜深不但醒了过来 身体却也变成了大人门娘 少年是宗门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但却因为一次修炼失误导致了沉寂 然而一睡就是半年的他 却又遭到了天雷的倦 更奇怪的是不仅人被批醒了 竟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大人 转眼到了第二天 刚苏醒的夜深好像半年没吃饭一样 一会儿的功夫就吃了几十碗下去 就连旁边的两人都怀疑 是不是被劈坏了脑袋 可就在这时熊战却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仔细感应后才确定是虎子出事了 随后两人带上夜深急忙赶不过去 与此同时有三人也正在自由区的擂台上 其中一个便是向熊战求救的虎子 剩余两人一个是东厂冯广王娘 另一个是他请来在外门排名地时的灵山 此次抓走虎子也正是想报上次的仇 而这灵山也是拿人钱才替人消灾的主 只见目的已经达到 便直接催动法术贯穿了虎子 就在即将隔屁的时候 搜的一声飞来一只羽剑破开了灵山的攻击 三人也在此刻及时赶到 方璇检查后发现并未伤到要害也放心了 而王阳这时跟灵山说道 师兄就是他们抢走了我的宝 灵山也不问缘由便直接爆发准备开赶 砰的一记攻击直接向他们砸了过来 看到几人安全避开后 熊战也释放出了强大的气功弹 说听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擂台都被炸得烟雾弥漫 可就在这时 被打中的灵山非但没有受伤 反而手中还在快速结印 就听咔嚓一声 熊战便感觉被什么东西夹着 等待烟尘慢慢散去后 只见擂台上竟然出现一只无比巨大的蝎子 灵山这时也不屑地说道 这次你躲不开了吗 方璇一看熊战被夹着 便要急忙冲上去帮忙 还确实突然面前轰的一声 只见一柄折扇从天而降树立在了面前 那王阳阴险地笑道 还是让我来陪你玩吧 与此同时 灵山这边也发动了攻击 做音功的一声巨响后 原来是逼王夜声闪亮登场了 轻松接下攻击后 还不忘回头关心一下熊哥 随后一记手刀就斩断了那巨大的钳子 身后的蝎子也跟随一同瓦解了 就连灵山都惊讶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夜声微笑着说 你们不就是来找我的吗 我就是夜声了 而此刻方寻这边的战斗也打了起来 这个男人每天都要练习空手接弓箭 现在的他不仅可以直接用嘴叼住 练就了一副钢牙轻松就能将其咬断 而且就连近战攻击现在也极为了得 刚刚王阳接下弓箭后 就迅速奔向了方璇 因为他知道近身战斗是他的软肋 王阳近身后啪的一下就打飞了方璇的武器 转身又刺出折扇准备解决了他 而方璇却死死抓住了他的手 随后就听扑斥一声 方璇的胸膛竟然被刺穿了 王阳拔出折扇后阴险地说道 你先下去报道吧 那个叫叶生的很快就会去找你 与此同时叶生这边也和灵山打了起来 经过一番闪躲后 啪的一下叶生竟然直接表演了空手接白约 就连灵山都不敢相信他的攻击竟被单手接住了 随后更是用出了必杀技水龙术准备一绝胜负 叶生也使出了久违的烈火术说道 来吧 看看是你的水厉害还是我的火厉害 两人就这样用出了最强的力量冲向了对方 就听轰龙一声巨响过后 排名帝时的灵山竟然败了 他不敢相信地问道 难道你已经炼气五层了 叶生笑呵呵回答说 已经几乎踏入炼气六层了 灵山听后便闭上了眼 动手吧 给我来得痛快 可叶生却说我与你并无恩怨 我也没想要杀你 灵山一听不杀他 急忙抓住叶生开始认错 而王阳这时也刚好看到这一幕 立刻白手喊道 林师兄你在干什么 不是说好要杀掉他们的吗 却没想到灵山起身对他说 王阳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叶生就是我兄弟 六道宗内谁和他过不去 就是和我灵山过不去 可话刚说完 他就手持透骨针 又向叶生抡了拐 就听轰的一声 灵山发现叶生 竟然没受到丝毫损伤 只见叶生散发出杀气说道 这次有资格可以杀你了 随后抬手就准备解决掉灵山 就在这室庭中 却飞来一兵锥喊道 叶师弟手下留情 半路却被一只女剑给拦截了 叶生可惜地说 你还真不走运啊 干扰竟然被解除了 然后就听扑斥一声 灵山就去下面报道了 而下一秒传音的人也落了下来 叶生一看原来是张涵便问道 你是来为灵山出头的 张涵回答说 曾经答应在生死关头出手帮他一次 刚才也算出手相助了 但他命该如此我也问心无愧 不过你好像突然长大了很多呢 这样也好 起码再动起手来 就不会说我是一大气象 可就在这时 他却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网友 搜的一个闪现来到他身边说 王师弟你表哥王亲记来客好了 随后便开始凝聚伶俐的 今天刚好遇见你 帮我给你表哥带得好 就听扑的一声后 王阳口吐鲜血跪在地上说 你竟然把我的丹田废了 可张涵却又拿出了武器说 除了丹田 今天你还得给我留下一条胳膊 随后咔嚓一声 就听王阳开始惨叫起来 张涵也警告道 留你一条狗命回去 别忘了给王亲带好 转头便看向叶生又说 现在该算一下咱们俩之间的账了 男人是个智商高达250的强大修真者 每当他犯病的时候 就会有个倒霉鬼遭殃 而且他还经常肆无忌惮地 到处惹是生非 唯独这个笔毛笔命 还长的老头才值得了他 就在刚刚他还拿着武器 要找叶生去算救账 可就在这时 一个美女从天而降叫住了他 叶生一看 原来这位就是张涵所说的林师姐 张涵这时一脸不悦地问道 师姐为什么要救他 而林师姐却说 刘长老托我让你放了他 你以为又能对他怎样 叶生一听是刘长老 他转头就带着同伴离开 张涵见状都要气炸了说 林师姐救你一命 你居然连话都不说就想走 叶生回头抱拳说道 多谢刘长老救命之恩 然后搜的一下就带着几人离开了 愤怒的张涵提刀就要追上去 可林师姐却说 他是刘长老点名要保的人 就算要杀也不能是我们杀 而就在一小时后的一处大殿内 突然从天而降 一根搓到无底的园子 几名弟子走近 才看清原来是长老殿的传话 而且还是外榜名次变动的消息 与此同时 叶生几人的住处也正有东西朝他们飞来 就听风风一声 连屋里吃饭的几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跑出去一看几人全都紧呆了 这难道是大胜的棍子丢了吗 随后熊战说道 这是长老殿传来的消息 不过只有外榜前50的人才会收到 仔细看后才得知 林山从榜上被抹去了 新进弟子叶生排名第八上网 而且六天后将举行内门晋升比赛 三天后在长老殿门口给外榜弟子放单 几人高兴地恭喜叶生进入了榜单 就连叶生自己都不相信他竟然排名第八 转眼三天过去 一大早叶生就被强行叫醒了 骨子说今天是外门弟子放单的日子 熊哥拿出剪刀准备给叶生换个发型 方璇也拿出了新作的衣服 舒西打扮后叶生就出发了 而且半路还救下了一个被抢劫的弟子 可这弟子在叶生走后却不领情 还说要等自己强大后会将他们都踩在脚下 就在这时身后不知何人一刀就送他上落 然后还微笑着说 恩人瞬间变仇人 你这种人还真是该死 不多数放单大典也即将开始 而叶生的到来也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这只老虎本是称霸一方的上品灵手 可现如今却成为了别人的做小工具 更不巧的是此人正是叶生刚刚得罪的灵凤 而且他还是本次大会的主持人 随着那老虎的意识的好笑后 放单大会也正式开始了 灵凤对众人通知道 每人发放一粒那契丹和三块下品灵石 就和他大手一挥 每个人的手里都收到了灵石和丹药 而叶生却吐槽道 这大会给的东西也不怎么样吗 可就在这时 灵凤大声对众人说道 此次放单长老特地给了我一颗复灵丹 并且让我把此丹赠予叶生师弟 叶生接下丹药后心想这次突破有望 可在场的其他师兄弟这时却脸色大脸 随着灵凤通知本次放单大会的结束 叶生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他陷害了 转眼这群人就如同疯狗一般向他扑揽 入一会儿就一个接一个地落成了小山 然后就听空的一声 所有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叶生也找准时机直接破空而去 灵凤看后对张涵说 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随后张涵就带领一众师兄弟追了上去 可就在追到一处密林时 叶生却直接钻了进去 被迫无奈的众人也跟随落下分头搜查 有经验老道的人看到地上的爸爸后说 这是大型蠕虫的粪别 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这种蠕虫是群居动物 白天一般在睡觉 抓紧时间在天黑之前把那小子找出来 而他们却不知叶生就躲在不远处听得一清二楚 转眼众人的周围就不断传来爆炸声 地面也开始出现了裂粉 不一会儿就有只小可爱钻了出来 可这名修士却一脚就给踩扁了 随后可爱他妈可爱急了也钻了出来 就听他一声嚎啸后 所有蠕虫就开始疯狂屠杀起来 而叶生也老早躲在远处看起了热闹 听到惨叫声不断在森林里传来 叶生也准备回家了 回一转头却发现 张寒带着几个喳喳正矩的自己 叶生想都没想直接就跑了 张寒几人紧随其后又追了上来 就在经过一棵树的时候 叶生突然来了的回马枪 转头就是一通烈火树向他们射去 两个小喳喳瞬间就被炸得人养马翻 唯独张寒提刀冲了过来 叶生侧身躲过攻击后 也迅速拔刀准备攻击他的破转 愿意全力一刀劈出 却没想到张寒突然转身挡下了这一击 叶生健壮再次拔腿抬溜 可就在他刚飞走 身后也同时窜出了一只大蠕虫 而张寒这丝血凭借肉身力量 就挡住了攻击 随后更是将那蠕虫生生举了起来 就看他张嘴喷出一发老痰酸彩虹 那只巨大的蠕虫直接就被贯穿击杀了 然后转身看向逃跑的叶生说 下一个就是你 这只白猿拥有着骷髅岛金刚的血脉 就连地表最强的蠕虫都是他的灵石 而且他一个眼神就能让你神魂有礼 但却没想到被一个魔罐制的服术贴贴 刚才六孙为了躲避张寒的追杀 无意间被魔罐指引来到了白猿的领地 却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把巨型蠕虫当辣条吃 而在叶生愣神的时候 白猿也发现了他 下一秒就举起拳头要把他砸成鸡排 可就在这危机关头时 魔罐突然飞了出去 只听噼里啪啦的雷电声传来 一人一兽都被电得滋蛙乱脚 而叶生的额头也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不知过了多久后 他发现体内的灵气竟然全都恢复了 白猿的神智也慢慢清醒了 看准时机的叶生提刀就冲了上去 踏踏两刀砍在身上却为伤其分好 白猿也被这渺小的人类彻底激怒了 随后就听喷的一声 叶生直接被拍飞了出去 这一巴掌也让他吐出了二两番茄匠 而白猿的攻击也再次醒来 只听风龙一声巨响后 眼前的一幕把夜声惊呆了 挡下攻击的竟然是张寒 然后就听他喊道 你的命是我的 待我收拾了这畜生再亲自了解你 转眼的白猿就跟风了一样 朝着张寒一顿猛砸 又听咔嚓一声 防护结界最终还是碎掉了 随后张寒将武器插入地面喊道 暴雨梨花枪 就看地下瞬间射出无数道攻击 将白猿贯穿 结束攻击后 那白猿也奄奄一息虚弱至极 本以为这就解决了的时候 这畜生竟然吐出了自己的内胆 就听风的一下破碎身后 他竟然燃烧了内胆 准备与两人同归于尽 而此时白猿的毛发也都变成了红色 随着他的阵阵威压起来 白猿也发起了攻击 张寒也不甘示弱准备决一死战 就听风的一声碰撞过后 张寒直接被砸晕了过去 白猿也乘胜追击再次袭来 夜生见状直接飞到了高处 转身一发烈火树打在了他的脸上 愤怒的白猿对着夜生开始咆哮 而夜生就是等待他张嘴的那一刻 看准时机后一把将魔罐扔出去说 去吧臭罐子 你惹的祸就要你自己来解决 而魔罐被吞进肚子后 却骂骂咧咧说 夜生你这个混蛋 竟然把老夫扔到这个死猴子的肚子里 算了 那我就再帮你一次 与此同时外面的夜生 正被虐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白猿再次冲来准备等死的时候 他却在距离二寸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就看他肚子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就听哭的一声 那白猿就一命呜呼了 而这时魔罐却传来好消息说 他把白猿的内单重新凝聚并且修复了 嘱咐夜生一定要好生利用 夜生也开心地不断夸赞起了魔罐 可就在这时 刚刚苏醒的张涵却拿起武器冲了上来 一招夺命涅槃枪射出后喊道 你身上的宝物现在都是我的了 就听哭哭的声音传来 张涵竟被自己发出的攻击贯穿了 而这一切其实早就被夜生看透 并且很早之前就不下了重力数 最终张涵也算有尊严地走完了这一声 随后夜生惋惜地说道 有你这样的对手我很荣幸 但属于我夜生的时代现在要来了 少年是宗门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可今天却差点被一个罐子吓个半死 因为原本以为那个罐子是会发光 却突然钻出了一个自称叫凡天的老头 就在当天晚上 夜生拿出了傅灵丹和内丹准备突破 就在他吃下傅灵丹的一瞬间 内丹也搜的一下钻进了他的脑中 巨大的冲击使得夜生直接掉入了水里 这时魔怪发现改造后的身体 需要更多的灵力突破 而且还有机会以最完美的状态境界 随后魔怪对夜生喊道 小子睁开眼睛 老夫来助你一臂之力 就看夜生猛地睁开了双眼后 直接射出一发光注直冲云霄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照亮了整个夜空 而不远处的刘长老突然跳上了屋顶说 此子竟有能力冲破我埋下的灵石 难道他身上有重宝 不管如何都要想办法执行我的计划 无论此子身上有什么宝贝我都看上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座酒楼里 皇掌门对熊战说 夜生天赋非凡啊 不仅斩杀了张寒 现在还处于突破的边缘 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他 还说是故人之徒 就听熊战回复道 没错 所以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然后拍了拍皇掌门说 看来今天不用你出关了 而这时夜生也缓缓睁开眼睛问道 我突破成功了吗 魔罐回答 当然了 有老夫再必须成功了 夜生起身后又问 我记得以前你没这么碎嘴啊 魔罐说 随着你实力的提升才能听到我说更多的话 夜生却挠挠头吐槽 提升竟然还能带来这样的困扰 你到底是什么人了 为什么会在我的魔罐里啊 魔罐一听瞬间急了 你这个臭小子竟敢对老夫如此不尽 你给我听好老夫的名号 转眼就看魔罐开始发出刺眼的光芒 就乒乓的一声魔罐里竟钻出一个老头 然后对着夜生说 老夫名为樊天 小子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个少年自打出声就被父母抛弃 可就在长大后就无意间得到了一个陶罐 更离谱的是这个罐子竟帮他成为了盖世器材 而且还成功换出了罐中的大能残患 这位老者名叫坟天 不仅是上一任魔罐的主人 曾经还是藏地心的第一高手 但是魔罐的来历以及功能 就连他到现在都没能一一理解 所以老者告诉夜生只能认主后再去慢慢参透 夜生听到还能认主便询问起了如何操作 老头告诉他说 将灵石分出一部分注入其中就能认主 随后夜生盘腿而坐听从老者的口诀开始注入灵石 就听咔咔的声音不断响起 夜生额头的印记也随之变了无量 可这时突然轰隆一声 他的身体竟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就连坟天认主时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而下一秒再看夜生时 他的双眼都不停地散发着强大的灵灵 随后就听他说 夜生也来到了虚幻空间内 可就在他看向远处时却震惊了 因为那里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的脚下有着无数的妖魔怪兽 就在夜生惊讶那个人跟自己很像的时候 他竟然看向夜生说 你的判断是对的 我就是你 随后就看他举起双手凝聚灵力说 既然来了 那就永远留下来陪我吧 就听风龙一声 无数的灵气弹如雨点搬射来 夜生也在这攻击中慢慢化为了灰烬 而现实中的他却不受控制地向天空跑向 随后就听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漆黑的夜晚再次化为了白昼 就连正在喝酒的黄掌门都被震吐血 而且他还满头大汗地说 这是苍穹的意志 真没想到夜生已经到了这等境界 等待威压慢慢散去后 就看夜生瘫倒在大坑里 焚天吓得急忙问道 小子 你不会是死了吧 夜生疲惫地回答说 放心吧 我死不了 就是感觉好累 我先睡一会儿 焚天这才放心地说道 你现在不仅让魔怪初步认主 而且还学会了清心诀和黄土诀 你真是个无比好运的家伙 与此同时 熊战这边也急忙催促黄掌门说 你必须马上回去了 你现在处于灵体脱离状态 又受到了这么大的威压清洗 你不能维持太久 而且这次刘长老必定会请你出关 你也可以见证今后发生的一切了 黄掌门败谢了熊战后就匆忙回去了 而此时宗门内的各大强者 也都纷纷赶往了长老殿 这个男人闭关修炼了上千年 如今却被八卦圣坛大阵强行唤醒 其原因竟然是夜深引发的天空异响 或是长老以为宗门大劫就在今日 所以便召集弟子强行唤醒掌门出关 转眼长老便就赶来了众多弟子询问情况 随后刘长老告知说 掌门千年前闭关就已推算劫难就在今日 所以今天就是掌门的出关之日 各位弟子准备好 随我恭请掌门出关 然后就听空的一声 刘长老的周身散发出了强大的威压 身后这时也升起了一个钳字号石碑 转眼就看刘长老射出光球喊道 灵青 胡提 欧阳峰 赵岳 郭家 黄青 宇红轩 同我一起施法公营掌门出关 随后就看皇掌门从地面慢慢浮了什么 所有的灵力都充斥着全身 就在这时皇掌门突然睁开了眼 夜深也醒了过来 起身后就开始询问坟天在哪 然后又四处寻找魔怪 突然这时老头贴在耳边说 不用找了 我和魔怪已经跟你的灵势融合在一起了 你能拥有藏地心第一高手的原因 真是令人羡慕不已啊 夜生气呼呼地说 早知道这样我绝不会和魔怪认主的 坟天笑哈哈回答道 刚才你认主的时候 天地灵气都被搅乱了 而且还散发出了强大的威压 估计现在宗门都乱套了 夜深一听都懵了 坟天又嘱咐说 我认主时都没有这种场面 所以你必须马上躲起来 夜深听后就更不之所以了 与此同时宗门众人也正在跪拜掌门出关 皇掌门看向刘长老说 好久不见了 今天请我出关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刘长老回答道 刚刚确实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相传掌门之所以闭关 是因为已经推算出千年后的劫难 所以今日才请您出关 皇掌门一听便颅颅颅脸说 一群废物跟我来 转眼间便来到了夜深认主的地方通知道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众弟子也开始漫山遍野搜查 夜深见状立刻躲了起来 就在一个弟子即将发现他的时候 不远处的另一人却及时叫走了他 夜深也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最终所有人搜遍了整个区域 也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皇掌门说 刘长老你先回去吧 却没想到刘长老反问道 刚刚并不是没找到威压来源吧 要是找到了就麻烦了对吧 你说呢皇掌门 老黄惊讶地问道 刘长老你这是在试探我 老头抽了口烟回答说 不敢不敢 那老夫先回去了 避开搜查的夜深也在天亮前 独自赶往了家中 他本是宗门里无法修炼的废人 却在今天碰到了一位大能残魂 老者说他骨骼惊奇乃是上古炼体 而且还说此子若修成大日雷霆术 日后必将毁天灭地无所不能 就在夜深回到营地后 骨子上前一把就抱住了 因为他们都听说了放单大会的事 夜深安慰道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可这时焚天却突然钻了出来说 小子 这个胖子的身体有问题 夜深好奇地问道 有什么问题 焚天刚想说却又憋了回去 算了 有人来了 晚点再说吧 随后就听刷的一声 原来是熊湛赶来了 看到你平安回来我也放心了 此次前去收获不小吧 夜深回答道 收获很大 我把张寒杀了 而且还进届成功了 熊湛听后鼓励说 很好 功力不仅大增 又解决掉了张寒这个隐患 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累了一天一夜了 快去休息一下吧 转眼到了晚上 夜深叫出了焚天询问器虎子的事 老头说怀疑虎子是上古炼体 因为他的丹田根本不能容纳灵气 而且灵气全都归纳到头顶就挥散了去了 夜深急忙问道 什么是上古炼体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焚天解释说 上古炼体是一个神秘的种子 据传闻是天语国培育出来的死士 不过以他现在的体质略微有点不足 比起真正的上古炼体是相差甚远 夜深高兴地问道 有什么修炼之法吗 不管怎么样也得试一试 焚天告诉他说 唯有修炼大日雷霆体 但这法觉尚不完整 我只知道修炼此处要引雷霆之力来萃体 如果炼到极致 那将毁天灭地无所不能 但是也一样有危险存在 轻则修为静毁 重则灰飞烟灭 所以人命关天的事你看着办吧 夜深思考道 如果虎子修炼会不会害死他呀 不过修真世界弱肉强食 不修炼的话迟早也会出意外 随后两人便把熟睡的虎子给带了出来 经过商议后 夜深打算带着虎子前往第五洞 然后掏出令牌看了看后 三人就出发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等待虎子睡醒后 夜深跟他讲了一堆骨骼 惊奇练武器材之类的话 可胖子一听要吃苦转身 就要回去干饭 但是来都来的夜深 怎么可能让他跑掉 于是便强行带到了 第五洞府的入口中 随后就看那两具雕像 竟然动了说 来者何人 仙家重地不得入内 夜深两人也被吓了一条 于是急忙掏出了玉佩喊道 令牌在此 还请守卫门神让我们进入 随后就听沉重的石门缓缓打开了 门内却嗖嗖一连 射出无数根暗器 女人是宗门礼位高权重的大师姐 却因为一句老女人 就让她勃然大怒 不但下一秒对小贝打打出什么 而且还朝朝都想着他人于死地 就在刚刚夜深两人 挡住了射来的暗器后 就看到门内缓缓走出一个女人 此人正是六道宗的大师姐林凤 夜深气愤地说道 卑鄙无耻的老女人 你竟然按键伤人 林凤听后勃然大怒 就在脚下轻轻一踩 瞬间一掌打在了夜深的胸前 三招结束完美落地后说道 无名之辈也赶来夺第五洞服 而夜深此时直接就昏死了过去 随后林凤又对准了虎子说 小胖子轮到你了 可就在这时守卫门神 却站在了他的身后 忽然光的一剑就劈了下来 林凤也急忙跳上了数躲避攻击 而且还惊呼道 门神只会听从持令排人的命令 这怎么可能呢 可下一秒守卫门神的长剑 就再次起来 就在林凤问神之际 六发弓箭将他死死定在了树上 而他也知道这次是躲不开了 后就听咔嚓一声 连大片的树木都被斩断了 夜深也在这时醒了过来说 谢谢你救了我呀虎子 虎子瞬间一论回答道 不是我呀 是那个大石头人救的你 守卫门神 不可能啊 我刚刚已经晕了 忽然坟天拿着令排说 臭小子你该感谢我才对 守卫门神是我叫来的 而方璇也在这时跳出来说道 要不是我及时出手 今天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夜深也被他吓了一跳说 方璇你怎么在这 就听他回答道 你回来当天我就看你不对劲 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们过来了 然后扶起夜深又说 先进去吧 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和疗伤 随后几人才缓缓向洞府内走去 但夜深却说总感觉哪里不对 因为灵凤出现的地点 和今天的表现有点不一样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树后 有一人正看着他们 残酷的身体也在慢慢地恢复着 然后就听他说 幸好没被他们看到我的真命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几人进到洞府后也是大开眼界 因为这里充满了自然灵气 在这里修炼绝对会事倍功半 而且坟天也说 这里是修炼大日雷霆体的绝佳之所 看着这里宏伟的建筑 几人不仅感叹道 难怪他们都要来抢洞府修炼 这简直就是有如神柱啊 男人本是六道宗的强大尊者 却因为误修了魔功导致浑身臭黑 曾经巅峰之时也有众多女修追捧 如今却也只能闭门不见独自拱活 就在刚刚王清赶往了内门的一处宅邸 只见他在门前拱手道 王清拜见师尊 随后那门缓缓打开走出一位老者说 听说第五洞府被夜生他们占了 王清急忙低头谢罪 此时是弟子失策 由于我一直闭关故而还没告诉师尊 老者突然眼睛一亮说 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要突破到下一节 这种速度放在其他人身上相比却是很快 但对于你修炼的功法来说 却是有些太慢了 那这瓶丹要你拿着 扶下此丹会提升你的进阶几率 王清一看原来是雀灵丹 高兴的急忙败谢师尊 随后老者又嘱咐道 你不要卷进宗门的任何争斗之中 你的修炼现在略有停滞 若是继续如此的话 大乱之际怕是无法自保 还有夜生现在有留长老干涉 你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了 随后王清再次败谢后便离开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就晕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传来 夜生高兴的喊道 成功了 我成功了 焚天这时也夸赞说 不错不错 现在你的烈火术和重力术都已经纯属了 而且腾空术也有了初步进展 看到你进步老夫也很是开心啊 随后两人又来到了一处瀑布前 就看斧子正毅力不倒地站在那瀑布下 焚天不禁感叹道 几个月过去了 这小胖子终于能在下面站稳了 于是就看他两眼不断冒出闪电 就听通的一声竟然落下一柄武器 焚天说这武器是天使神铁炼制打造 然后再由惊雷进化而成 故此名为凉天惊雷齿 小胖子有着武器简直是如虎添翼 焚天立马吃醋道 给我也弄一个呗 焚天却说 武器是没有了 但我给你和胖子准备了别的礼物 随后几人就来到了早盆前 焚天说这都是名贵药材提取的汁液 并且有输精洗水的功效 你们俩这次有福气了 泡澡时虎子不仅高兴地喊道 我有兵器了 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夜生也好奇地问道 这段时间怎么突然用功了呢 虎子回答说 你们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我也不能拖后腿啊对吧 但是过了一会儿后 骨子却突然沉默 然后对夜生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修炼吗 我不想像方璇那样整天背负着仇恨 别人杀了你重要的人 你就要去报仇杀他 冤冤相报杀来杀去的何必呢 或许我只是不喜欢杀戮和害人吧 听到胖子吐露心声 就连焚天都觉得他确实不适合修行 如果失去了那份该有的血血 就算再怎么天资卓越 恐怕也难以在修真的道路上有所成就 转眼到了第二天 两人在焚天的帮助下也正式开始修炼大日雷霆体 随后焚天告诉夜生 大日雷霆体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是需要通过最终考验才能够练成的 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甚至粉身碎骨 夜生不耐烦地说 别吓唬人了 不管什么考验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焚天气愤地喊道 资质低的人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夜生也急眼了 你这臭老头在说我资质低 信不信我从脑子里把你挖出来 然后两人就这样急头白脸吵得不停 过了一会儿连虎子都不耐烦了说道 你们两个吵够了没有 焚天突然一愣 难道他能看到我 夜生也尴尬一笑 他应该只是感觉到了有你的存在而已 随后老头气呼呼说 做好准备继续修炼 举起双手 凝神静起 就看焚天朝两人掌心灌输凌厉喊道 引雷脆体 随着能量越来越大 老头大喊一声 然后就听通的一声 两人中心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等两人再次睁开眼 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在不知所措时 焚天传音说 夜生 胖子 这是一场必须要经历的考验 能否修成大日雷霆体 就要看你们的表现 而虎子也终于听到了焚天的声音 可夜生却感觉到自身灵气 正在不断提升 好像有股强大的力量 在融入身体一般 随后他对虎子说 这里绝不是普通幻景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任何人在这里 都会瞬间达到修炼的顶峰 不然这时传来脚步声说道 你猜得没错 在这里你们无所不能 心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 只是看你们会不会利用 欢迎来到我的无限世界 夜生 好久不见了 虎子一看瞬间就懵了 夜生也急忙问道 又是你 你究竟想干什么 而这时少年版的夜生又说 这还用问 当然是杀你们了 这里可不是什么幻境哦 在这发生的一切 都和现实世界 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在这里死了 也许就真的回不去了又 不过并不是我要杀掉你们 我只不过是 替你们做出生死决定吧 夜生愤怒地问道 如果在这里我们都是强者 你又有什么本事 来决定我们的生死 随后就看他缓缓打开幕布说 我当然有筹码掌握你们的生死 你们给我看好了 夜生和虎子两人同时一惊 就在幕布被哗啦一声扯下后 两人也看清了他的筹码 那就是夜生的师父和虎子的爹娘 随后就听他说道 他们的生死由你们来决定 你们可要认真做出选择哦 这个小孩是无限世界的创造者 而且他还特别会拿捏别人的软肋 比如邀请他们的家人 来玩生死游戏 由此来测试 亲情和自私到底哪个更重要 接着又阴险地说 如果不想他们死的话 你们两个就必须要自杀 虎子愤怒地对少年夜生喊道 你在说什么呀 那可是我的父母和你的师父 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夜生却直接冲了上去说 你休想用这种方法威胁我 别忘了这里是无限世界 除非你能亲手杀了我 就看少年夜生微微一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所愿吧 随后两人的拳头轰的一声碰在了一起 而现实中正在打坐的二人 也成功引来了天雷 就听风龙一声巨响传来 这天雷却唯独批中了夜生 焚天此时也惊呼道 大日雷霆体竟然做出了选择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接下来九九八十七岛天雷 将不断催炼夜生的身体 与此同时的赵国皇宫内 一位大臣正在禀告皇上 燕都已经沦陷 四处饥荒民不聊生 而且据战报说 雪玉国的修士已经占领了不下五个城池 此番正在向北进军 势必要占领赵国天下 而皇上这时却说 为何我赵国宗门众多 却在这千年之内都隐世不出 莫非本土修士们就这样看着我国覆灭不成 另一位大臣这时说道 陛下 要不我们立刻贴出宝文 给予丰厚的赏赐 邀请一些能人意识相助 可另一位大人却直接阻拦了下来 他说此次大劫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赵国南线下了一场大雪 而内降雪量却大得难以形容 不但飘飘洒洒 数月不曾停歇 而且农田皆被大雪覆盖 百姓数月颗粒无收苦不堪言 据传说天降大雪不止时 将有天道出世 皇上急忙问道 真的吗 真的有人出现吗 那大人却愁眉苦脸说 不过 传说终究是传说 而此时有两个神秘人正出现在了难险 个子矮的人说 这雪下的如此诡异 怕是与那人有关啊 另一人却不敢相信地问道 堂堂大天国会对一个赵王朝的小县动手 矮个子的人回答说 若不是没有天大机远 莫说是一个县了 就算是一户人家都难逃其手 就在这时天空却飞来了一个未知物体 不仅声势浩大轰隆作响 而且还一直重复地说着 天道有限 欲展逆着 天道茫茫 从此无限 就在他缓缓飞进时才看清 原来竟然是一口岳父飞观 这是一口人称不明飞行物的太空飞观 他不仅能一直在天上飞 而且还会说话 更闲门的是 关盖竟然还在不停地懂 就连地面的神秘人看到后都头皮发麻 而且吓得一刻都没敢停留 直接就跑了 可在他们走后却又出现了两个人 就看那面具男重复着棺材的话说 天道啊天道 别人不知你的野心 而我却能揣摩出一二 随后又看着飞走的二人说 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有他们在 大天国想达到目的也没那么简单 不过天下大乱看来是避免不了了 同时空中那高个的人说道 有劳云护法了 在下发现此地有变 若不是腰变的话定有重宝 云护法却说 此地确实不简单 你速速离去 带我前去查看清楚 大高个立刻反驳道 不行 若有危险我会带你一起离开 随后就听刷刷两声 二人就消失在了裂缝中 与此同时 夜生和虎子也从考验中醒过来 只不过苏醒后的二人 都面如死灰沉默不语 给坟天急得也是一遍又一遍地问个不停 最后夜生向坟天讲述了考验的经过 就在两人碰撞之后 他被对方抓住了手腕 接着就听咔嚓一声 夜生的胳膊竟被活活扯了下来 下一秒雨点般的攻击再次袭来 随着最后一掌拍出 夜生也跪倒在地开始口吐鲜血 少年版的他这时说道 别死成了 我劝你还是自我了断为好 而倔强的夜生再次站起身说 我还能战斗 除非你杀了我 不然你会后悔 就看少年版的他用灵力化作武器说道 那我就成全你 一下直接贯穿了夜生 就连骨子脚下的石柱都差点被穿透 等转头再看夜生时 他的胸膛已经被穿出个大洞 下一秒便倒在了血泊中没了气息 随后他又隔空抓起虎子说道 让我们尽快结束这无聊的游戏吧 接着他就开始乱全轰在虎子身上 可就在这时 夜生额头的印记却从红色变成了紫色 又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就在少年夜生准备解决掉虎子的时候 夜生竟然浑身散发着蓝色的灵力再次站了起来 就看他阴险笑道 快杀了那个胖子 我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呢 之前凉凉的夜生以死灵状态复活归来 而且力量竟然强大到霸气侧漏 下一秒他就如同闪电般冲了出去 哼的一拳就把少年的自己打飞了 就看他如同炮弹般直接镶在了墙里 接着黑话后的夜生放出无数火球说道 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去吧 真烈火树 看着爆炸声不断的响起 夜生不仅笑道 这种力量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待烟尘慢慢散去后 少年夜生再次回到了战场说 真是厉害啊 烈火树竟能达到这个境界 接下来让我见识一下死灵状态究竟有多强吧 两人如同心有灵犀一般冲向了对方 就听轰隆一声巨小传来 黑话后的夜生更胜一筹 把少年版的他死死按在了墙上 随后就看他的手突然变成了藤蔓 一圈一圈地把夜生缠了起来 然后狼狈地说道 省点力气吧 再乱动你会置息而亡的 夜生却嘲笑道 没长大的你就是幼稚啊 我们有两个人你难道忘了吗 随后向虎子喊道 小胖子你又没死 还愣在那干什么 快过来杀了他 少年夜生这时却嘲笑道 你没搞错吧 竟然这个小胖子帮你解围 你认为他做得到吗 虎子听后开始四处寻找武器说 你抓了我的父母 别以为我会手下留情 随后拿起灵气剑就走了过去 经过好一会思想斗争后 终于冲了上去 可就在即将动手的时候 他却放弃了 紧接着大声哭喊道 我不杀人 我不想杀人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拿起武器自杀了 而夜生最后也打赢了 自己通过的测试 听到事情经过后 说宗门的比赛提前了 而且就定在了一个月后 夜生惊讶道 一个月之后 可虎子怎么办 焚天叹了口气说 我看还是算了吧 小胖子终究 还是不是适合修仙世界 也许他只想做个合格的人而已 转眼来到一个月后的宗门比赛 夜生在与林凤比拼时 遭到了暗器重创书调比赛 虽然在皇掌门和刘长老的保护下得以活命 但身受重伤的他无奈选择了 暂时离开修真界 然后回到了他从小长大的清静寺修养 三年后 夜生再次离开了师傅 从此下落不明 102张漫画 完 后续家人们去看小说吧